为了因应今年观光人数减少 澎湖今天宣布将在8月20号起举办沙滩加年华 不仅将有9场顺利的光雕烟火秀 活动期间也将举办沙滩路跑比赛 要让民众体验澎湖著名的黄金沙滩之美 澎湖观光今年微浮下滑 为吸引游客回流 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28号宣布加码举办 澎湖光雕花火秀及澎湖沙滩加年华 从8月20号七夕情人节起到10月3号 共9场花火秀及一场路跑活动 预计可吸引10万人造访 澎湖从前年后入选为世界最美丽海湾之后 我们就只希望有个机会让澎湖最漂亮的 让游客知道 所以我们今年就特别 从去年开始就有办沙滩路跑 然后反应相当的好 澎湖触发向历史结合科技 以观音亭三级古迹为光雕背景 利用光影投射技术及互动艺术 表现海洋地质景观等特色 带领游客欣赏举岛多元样貌 见证数百年建筑岁月梗基 联合报寺区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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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报道